大家好,欢迎收听苏维朗读 今天分享叶青城的散文 不愿赠厄运中的自己 即使他们协助不成 那种有人挺我的温暖 会支持你的一生 初二那年,我遭到了校园霸凌 当时我随父母的工作调动而转学 在新学校,我像在动物园里长大的雏兽 突然间被丢进大森林 没有半点弱肉强食的本能 没来得及融入女生圈子 男生们已给我起了难听的绰号 在每一个我出现的地方 教室内外,走廊上下 他们都会木然喊叫起来 我又羞又恼,还要假装若无其事 他们看到我的窘矿 像抓娃娃鸡一抓避重 叫得更欢了 然后不断地丢东西丢钱 书包被扔到树梢上 课本文具散了一地 午饭时间 我边哭边蹲在树下见 人流从身边浩浩荡荡过去 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问我一句 只是猜了我好多次 钢笔摔得四分五裂 原规也不能用了 要怎样跟家人说谎 让他们给我买心的 我绝望地要死 这里的学习进度快很多 英语课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第一次尝到后劲声的滋味 也第一次知道被孤立多么可怕 那一两年 每天早上快到校门口时 我就腹痛如脚 必须马上冲进厕所 内忧外困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我跟家人一个字也没提起过 宁愿一晚一晚在黑暗里引起 为什么不曾反抗 恰恰相反 我上课时 缩在座位上一声不吭 下个零一响 我第一个冲出教室 在操场上疯跑 午休时分 为了躲离人群 我开发了校园里 所有人际罕志的角落 每次遇到欺负我的男生 我都垂下眉眼 心跳加快 那时 我还不知道一句话 看到怂人就压不住火 是的 人一怂 就等于告诸天下 你们可以欺负我 而我逆来顺受 后来读到柴静的看见 说到中学时 被小流氓欺负 我起来边走边哭 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图 我没有跟任何人 说起这件事 最难受的 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 也不是愤怒和委屈 是自赠的感觉 厄运中的人 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赠 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 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和他一样 被霸凌极大的打击了我的自信心 一定是因为我成绩不够好 因为我又胖又矮又丑 还戴了眼镜 烂俗的一句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像密密麻麻的毒箭 铺天盖地 舍得我无处顿逃 是的 我满身都是缺点 没有优点了 跟人提起此事 是我大学毕业后 霸凌过我的一个男生 发生了意外 他妈妈神通广大 居然联系到了他的中学同学们 希望大家去看望他 唤起他的记忆 不去 我绝对不去 家人差异于我的强硬姿态 而当我讲完 我看见妈妈 她哭了 她哭着反反复复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要是知道 一定去找学校 去找他们的家长 换学校也行 我陪你上学也行 我吃惊极了 我以为 他会像我过往 跟同学发生矛盾时一样 说 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 只欺负你 你要反省自己 这是第一次有人 我挚爱的人 坚定地说 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我没有去看望那个同学 家人也没有劝过我 叫我放下 叫我原谅 某种意义上 原谅就等于 否定了我年少的痛 而放下 需要时间与阅历 都不可强求 也不是道德义务 霸凌恐怕不会消失 小孩就是小动物 长大的过程 就是慢慢长成人 青春期是半兽半人的混合 有些是追逐私咬者 就一定有些是猎物 我曾历经的事 有许多人也历经过 在最美最娇嫩的年纪 你们的心与自尊 被人搓来揉去 如果让我给出建议 我会说 首先是活下去 不要一时冲动就上楼顶 别妄想用血警醒什么人 大家领悟力都很差 恐怕不会想到 这些事跟自己有关 其次 别小看了自己 也许你青春期肥胖 也许你长了一点痘 也许你成绩不好 也许你只是和当年的我一样 看多了《红楼梦》 说些话来酸文假醋 但这一切都不是你被霸凌的理由 然后 要相信父母的爱 师长的正直 即使他们协助不成 那种有人挺我的温暖 会支持你的一生 卢梭说过 人不必吃了苦 才能当诗人 青春期的苦已经足够了 而挨过这苦 像大白菜挨过初霜 才有可能抽出又甜又嫩 较白的心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叶清诚的散文 不愿赠厄运中的自己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